这是动漫圈最神圣不可亵渎的女主 传闻现实有人试图冒犯她 结果却惨遭迫害 但关于她背后所提到的动漫 紫罗兰永恒花园却是一轮纷纷 有人打出了永远的神 有人却说话而不识 今天让我带大家再重温一下 这部动漫到底讲了什么 女主全名叫维尔利特伊夫加登 是一个军人 也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战斗机器 只懂得收到命令来往战斗 她不懂与人相处 是一个绝对的钢铁之女 可在医院疼了整整120天的她 却不断地在给一个叫基尔伯特的男人写报告书 基尔伯特是军队的少佐 也是维尔利特的上司 这个男人就是维尔利特连生了全部 或许只有她 维尔利特才会表现出活人该有的情感 她会因为少佐送了一枚凶针龙丢而着急不已 会担心少佐是否还活着而产生迷茫 但是不想让她知道真相而伤心的故事 却选择隐瞒一切 魂针充满军能气息的维尔利特 在战争结束后一直无法摆脱掉军队习惯 青岛人打招呼使药杆挺直随后尽力 吃饭得由命令下达 最要命的是连换衣服都不忌讳男女有别 供蓝头要上衣也没有任何心理波动 出院后的她被中佐霍金斯带到一处陌生的地方 这是少佐临别前给威尔利特安排的寄养家庭 来到这里威尔利特才明白战争已经结束了 而自己被带到这里就意味着被少佐抛弃了 既然如此 她不应该在这里苟活 而是应该作为武器被报废处理 中佐看来眼前只可怜的少女 即便所有人都把少女当成了工具、武器 可在她跟少佐严厉 威尔利特是人 或许被收养并不是她最好的归宿 于是中佐带着威尔利特到自己开班的邮局工作 在这里威尔利特展现出了自己城市军人的所致 工作效率极高 基本做到不眠不休 只为了完成邮局安排的任务 一段时间后 同时好像也看出了威尔利特似乎不好相处 中佐对此没有加一劝说 因为没有感情也许就不会被伤害吧 她能做的就是在天天消失不见的少佐 好好照顾威尔利特 有天一位客人来到邮局想要能够带写书信 她听到传闻 家乡的爱人跟别人有了婚约 所以她和邮局的人带写一封 能够传达她内心的信件 能够小姐加德利亚在信件中提及到了爱这个字眼 美来对任何事物都没有波动的威尔利特 却第一次对一个字眼产生了好奇 因为在最后一场战争中 少佐给她的最后一条命令是活下去 并且还对威尔利特说出了爱之力 对爱一无所知的威尔利特主动找到中佐 表达了她想要知道什么是爱 所以她决定也要成为人偶给人带写信件 威尔利特跟少佐的相遇是在一次馈赠 那四年前的事情 威尔利特还没有名字 她只是一个懂得听从命令的农中宠物 是少佐哥哥将威尔利特送给她 娘的第一次相遇就是如此晃诞 少女的眼睛有星空 疾病多年过去也未曾被无会所污染 总佐同意了威尔利特当人偶的要求 因为手臂在战争中丢失而还成了机械手臂 可以调节不少功能 以至于她打字机的使用上 倒显得有刃有余 但是内容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明白客户的情感去表达 显然不同感情的威尔利特捅了很多揉字 客户含蓄的表达在威尔利特看来都是不对的 更是在客户提出无理要求 就会动用武力制裁对方 因此威尔利特上岗不到一天就收到不少投诉信 对此她还觉得自己没错 因为她的表达是客户最真实的情况 最糟糕的莫过于一位女客户想要带起一封回应追求者的接受信 要求是内容要显得矜持 有意跟对方发展 其表达要隐晦地告知对方 再热情一点的追求 谁知威尔利特理解错误 将信件内容写成了拒绝 这种女客户非常的伤心 一段好好的姻缘被威尔利特给断送掉了 这个客户本来是加德利亚的委托人 她出差回来后 尼克约见了威尔利特 告知她每一个人说话都是会表里不一 嘴上说的不一定是真的 大多数人只不过是在通过试探的方式在确认自己的存在 这些话对威尔利特来说还是太过深奥 所以她将一切的错都怪到自己的头上 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 而怀疑自我的人不只是威尔利特 同时艾丽卡也是这样的心理 虽然很后期威尔利特为什么会想要做手机人偶 威尔利特很直接地告诉她 想要明白什么是爱 而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想明白 哨子为什么会对她说这句话 她只是单纯地认为手机人偶是她能搞懂爱的关键 这番话打动了艾丽卡 这个频率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的少女 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艾丽卡 在同时艾丽丝认为威尔利特不适合当手机人偶 想要装作辞对她的时候 是艾丽卡站出来替威尔利特说话 最终威尔利特继续游下来学习写信 而此次宗族也将那枚凶针找回 看着这个丢失的凶针 威尔利特的情绪波动特别强烈 这让她更加想要明白所谓的爱到底是什么 可是等到系统化的学习时 威尔利特却被教官直接否定 哪怕她的语法考试满分 词位考试满分 可是在写信的时间考试 却将信件写成了报告书 信件最重要的是提供情感内心 但威尔利特搞不懂的就是这个地方 同样参加系统化学习的丽亚 想安慰被批评的威尔利特 于是带着她去看城市最美的景象 当夕阳下的美景映入眼眠 威尔利特的大脑忠情出现的少佐 昔日对自己说过的话 希望有一天 你能看到莱顿的那一片美丽景象 后来威尔利特了解到丽亚 只有哥哥一个亲人 但哥哥却是一个酒鬼 他之所以会自暴自弃 全是因为战争夺走双亲 而战军的哥哥自责 恩惠没有保护好父母 于是终日酗酒 大家都哦 连跟丽亚都很少联系 和丽亚就很想很想跟哥哥说一声 谢谢 谢谢还有哥哥能陪着自己 听到这些秘星 威尔利特决定替丽亚传达心里话 于是偷偷地把丽亚的话写成信件 交给丽亚哥哥信很短这四句话 可就是这四句话弄哥哥的眼泪流了下来 短短一封信 就会丽亚跟哥哥之间的隔阂 这让丽亚迫不及待地找到了教官 将信拿给他看 也是因为这封信 本还无法毕业证实当手机人偶的威尔利特 顺利拿到象征毕业的人偶教会 而即便体验出了她的内心的真实想法 威尔利特还是不被爱丽丝所理解 她一直以来都对威尔利特并不是太再见 正好这次爱丽丝要去外地出差 可是下楼梯却摔伤了手 于是威尔利特便陪同爱丽丝外出 结果出差内容竟是母亲 为了让爱丽丝回家的虚假委托 这次让爱丽丝回来是想给她找个对象 借着爱丽丝生日宴为幌子邀请宾客 爱丽丝千听你万嘱咐 不要在邀请名单上写入爱蒙这个名字 但是爱蒙还是出现在生日宴上 这让爱丽丝特别生气 原来爱蒙是甩了她的男人 而威尔利特之所以会邀请她 也是因为军人素养 再三呢就跟爱丽丝妈妈却认 可是被甩了三个字 她却不是很明白是什么意思 所以她用她的理解 就是爱丽丝求爱被拒绝了 她将这件事告诉了爱丽丝家人 结果却让爱丽丝更加生气 她怪威尔利特不理解她的感受 这让威尔利特觉得人的感情 真的太复杂了 时而矛盾 时而撒谎 就像之前艾丽卡也认为 威尔利特不适合当手机人偶 可是她听到要辞对自己 却站出来让宗佐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这就是人的矛盾 也是看出了他们的担心 可为什么爱丽丝要生气 这是撒谎 明明她也想要被关心 看着眼前不断道歉 且没有恶意的威尔利特 爱丽丝竟生不起气 反而耐心地跟她讲起了跟爱丽丝的过去 其实这不过是爱丽丝的单相思 她总以为两人是互相挤爱 终于在毕业时 爱丽丝鼓起勇气 告白说出我爱你 结果却被爱丽丝告知 她只是当自己是妹妹 那份爱至今还藏在爱丽丝的内心深处 只是无地自王她不想被提起这份尴尬的事 原来爱这个字眼还包含着勇气和决心 当爱丽丝询问威尔利特为什么要当人偶时 能就是那句一想要明白受作的 我爱你到底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爱丽丝便很放心地委托威尔利特写道歉信给父母 艾蒙以及今天参加生理宴的众人 因为以自己的方式去寻找爱的意义 这个军队少女也并没有那么讨厌 最终 威尔利特成功地将爱丽丝的内心传递给了每一个人 尤其是她的父母 她也是人 她也是渴望关怀的少女 经过与丽业还有爱丽丝等人的相处 距离威尔利特想要的答案似乎又近了一步 虽然不知道何时才能明白受作的爱是什么意思 但起码此刻的威尔利特不再是道具 而是人如其名的人 只有几个月 威尔利特的工作都相对顺利 但关于她想要的答案却还是没有找到 最近中作派她去南部国家工作 因为这个国家正在和敌国打算政治联姻 如果能够谈妥 战争就会结束 威尔利特的工作内容就会替南部公主进行信件代谢 寄给敌国王子 其实公主对王子遭有爱慕之心 但是很多年前的一次偶然相遇 王子看到躲在庭院独自哭泣的公主 她很温柔且不虚伪的安慰了公主 就是这一次简单的相遇 让公主无法忘怀 可是眼看真的能够因为家族原因而走到一起 可是公主却又担心 王子不是真心的 因为她看出了对方的信件 同样也是手机灵后代谢 于是威尔利特进提议 让公主亲笔书写 虽然描述没有再那么优美 但却更能传递出自己的内心 她在这份信寄出去之后 公主竟也真的收到了王子的亲笔回信 待人真心便能得到真心回应 两人从那次分别后第一次真正的联系 最终真的走到了一起 不管国家 不管家族 只为两个人的爱 从最早喜欢批判别人的内心情感 到如今能轻易地看出她的内心的真实想法 威尔利特第一次觉得 做人真美好 而在后来的一天 威尔利特遇到一个 威尔利特似乎跟从前的自己 有些绝相向的伙伴 那是人偶需要跟天文学家 一起搭配干活的一次行动 翻译古书 由一个人偶 一个天文学家 凑成一个组合 威尔利特这次的伙伴 她的脸上 也是不会出现任何情绪波动 并且 她也是个孤儿 在和威尔利特的相处中 威尔利特根本无法感受到 有关爱的字眼 相反 她就认识到了全新的字眼 孤独 寂寞 那种无法和真实之人相见的感觉 是压抑的 威尔利特才明白 或许少佐不在的这些日子 自己也是过度寂寞吧 在这一夜与来样的交流下 威尔利特第一次表达出 对少佐的情感 她就是威尔利特的全世界 如果她不在了 那么威尔利特不如去死 大家听到这些话 有些震惊 她想了一想说 这压根就是爱吧 可还没有等这个话题继续下去 人生仅仅会出现一次的灰心 却中断了两人的谈话 很快 任务结束了 等到两人分别之时 平日无患的来往去的威尔利特 说了很多 并且约定要像威尔利特一样 走遍世界各地 到时候还能跟你一起看星星吗 一个不懂感情的战争机器 却是在旅途中 不断地给有感情的人 打来疏导和解惑 但或许正如宗佐所说的一样 当有感情的时候 就会瘾火烧身 平日都没有情绪波动的二人 在这一次分别之际 抖露出了小龙 威尔利特的出现 让他有了走出这里的勇气 而不再执着于父母离开的悲伤中 在后来的一次委托 威尔利特彻底明白了何为 是真实之人 于是在这次委托 第一次留下了伤心的泪水 委托人是一个酗酒的作家 想要拜托威尔利特 按照自己的所想 写下一个给女儿的故事 作家的女儿的发色 跟威尔利特一样 她乖巧懂事 即便妈妈病逝 都不曾表现伤心模样 让作家担心 她有个幻想 就是能够撑着伞 在水上漫步的光景 可惜这个愿望却永远 也无法实现 以后女儿患上同样的病 离开了作家 她听完这个故事的时候 威尔利特已经流下了 伤感的眼泪 深刻地明白了 在与真实之人分别的情感 那就是悲伤痛苦 后来为了帮助作家获取灵感 威尔利特拿着作家女儿的伞 踏着落叶掠过湖面 这一刻 作家的内心是释然的 过往的记忆在大脑中 不断地出现 这次委托圆满完成 之后的她将不会再酗酒 这阴满也随着威尔利特的出现 而彻底终结 如今威尔利特对人的情感 已经了解到了很多 每天一晚 她就感觉到格外的痛苦 因为之前她的双手 杀死那些生命 都在折磨着她的精神 他们也是别人的真实之人 即便自己的信件写得再优美 她曾经在那血液的双手 永远都无法抹出 只要双眼闭上 就会立刻被那些画面 占据大脑 从作所说的引火烧身 或许就是这个情况吧 好在对少佐的期望成了如今威尔利特 活下去的根本 但是糟糕的事情还是来了 因为她从最早遇到老夫妻口中 得知了少佐死亡的消息 这个打击无疑是巨大的 在最后那次战争中 少佐为了保护威尔利特 独自承受了敌军的抛击 等援军赶来的时候 他们只发现了昏迷不醒的威尔利特 而少佐的尸体 却一直都没有找到 只找到压在废墟下的身份牌 威尔利特不敢相信少佐 会这样离开自己 为了验证这个事情的真实性 她冒险来到少佐的哥哥大佐家中 在看到对方的愤怒的语气和表情后 她不得以面对这个现实 大佐对威尔利特的憎恶 也因为丽利特4而变得更加强烈 因为她将一切原因都怪罪到了威尔利特身上 威尔利特连夜赶往以前少佐的家中 在这路途中 她的大脑全是过往与少佐的回忆 那块有着跟少佐眼睛一样颜色的雄针 正是她精神唯一的寄托 而当时少佐还活着的时候 威尔利特也是将少佐当成了自己的全部 因为少佐是第一个让威尔利特感受到人性的温暖 从起初的戒备到最后只对少佐一个人的温柔 当初少佐试图请求高层不要让威尔利特上战场 可是威尔利特就在长期与少佐的相处下 她决定回报少佐 而方式就是前往战场 逼少佐解决麻烦 每一场战斗她留着冲在最弦线 她自认为这是最好的报答方式 而少佐每次看到那个少女在烟火中厮杀时 她总会咬紧牙关 她多么希望眼前这个少女就可以穿着裙子 无忧无虑地在和平地尝试生活 而这些回忆在见到少佐的墓碑后 威尔利特当算归的地上 久久说不出话来 她无法忘记那时候少佐打了感恩节的幌子 说要送自己礼物 而威尔利特挑选的便是那枚有着少佐眼睛颜色的胸针 也是那一次 这个不懂情感的少女第一次表达出了内心的激动 她不懂爱 却能说出只要看着这枚胸针 心中就会有一种说不出的奇异感觉 如果没有战争 如果少佐还活着 可没有如果 在那最后的战场 威尔利特跟少佐遭到埋伏 少佐眼睛被子弹射中 威尔利特是此都要带少佐逃离 可却让自己的双手被离军炸毁 可即便如此 她都用牙齿咬着少佐 试图让她逃离 记忆最后的画面 就是少佐用力把自己推下台阶 而躲过一次攻击 吸着这双手被换成了僵硬的机械手臂 威尔利特再次带到那片废墟 想尝试寻找少佐的尸体 看着眼前这个柔弱的少女 谁能想到她是昔日战场的杀神 中佐找到了威尔利特 拽着她带回邮局 她认为现在即便没有少佐的命令 威尔利特也能活下去 可回到邮局的她 就将自己关在屋子 她现在彻底能够清楚明白 当初中佐说过 如果醒悟情感 那么就是在引火烧而生 威尔利特认为自己现在正在燃烧 她感受到了真实之人离别的痛苦和悲伤 也明白少佐当初对自己说的爱 同时都很担心威尔利特 而威尔利特正面临她人生中最大的劫难 她想过自杀 想过通过暴力发现 可最后却都放弃了 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无论她还是需要受阻的命令 才能活下去 她本以为坐手机然后给人写信 可以让她完成手作的期盼 但是一想到自己的砧板鲜血的双手 去给人写信 她感觉到了恐惧 不过却也是因为信的原因 让她走出了这个深渊 同时我们在发现 没办法进屋安慰时 便采用了写信的方式来传递情感 这是威尔利特第一次收到信件 她的男儿童来想到自己之前帮助过的人群 公主 作家 天文学家 等等 他们每一个人都被威尔利特所影响 而做出了改变 自己活着 还有许多意义 并且 自己虽然失去了受阻 失去了一切 但某种意义上来说 她什么都没有失去 就管之前巫子怪 还有那么一群人在等着自己 就如信件上所说的一样 等着你 这是所有同事的期盼和祝福 她真的该活下去吗 在总作被威尔利特这样质问的时候 她竟也流下眼泪 那个被大火烧到伤痕累累的少女 终究是挺了过来 即便曾经的所作所为 无法抹除 但你作为手机 能够锁做的事情 也不会消失 因为你叫 威尔利特 义富加登 在威尔利特付出后 接到的第一个委托 是一个患病的单亲母亲 女儿安妮 对威尔利特的到来很不欢迎 凡是来到这里的个人 她都讨厌 因为占用了妈妈陪伴她的时间 每次威尔利特跟单亲妈妈写信的时候 安妮都会被警告 不要打扰他们 这让安妮很是好奇 妈妈究竟要把信写给谁 她发现每一次看信 妈妈都会流泪 而在没有写信的空袭时 威尔利特则会陪着安妮玩耍 威尔利特要陪伴安妮的每一件事 都是安妮想要跟妈妈做的 但在看出妈妈的身体越来越差后 她好担心就简单的舌坊 都会无法实践而嚎啕大哭 威尔利特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安妮 只能紧紧地抱着她 即便是妈妈 也是如此 只能以没起面 做好在接下去的日子里 将时间全部给予安妮 在数个月后 妈妈终究还是离开了安妮 而关于那些信 在安妮八岁生日时 收到了一封信件 她才明白 原来当初的信件 是妈妈准备好的礼物 每一年的生日都会有 威尔利特将妈妈对安妮的思念 担忧 鼓励 全都以文字形式记录在信件上 其实上次勾结后 威尔利特又一次流下了眼泪 因为关于担心妈妈那份遗憾 她只能伤感 原来即便离去 爱自己的那个人永远都在身边 这能威尔利特更加坚定活下去的念头 要将哨祖的那一份也一起活下去 后来右天 威尔利特接下一份 可能会丧命的帝国委托 准确来说这份委托是她偷偷接下的 因为委托是帝国的一名士兵 来单发起的 帝国近来又跟莱登签订和平契约 可是却有反对和平的人组织团体 想要继续调剂战争 所以才会有人想要委托首席人偶 替自己写信给家人 或者爱人 由于是前线 中作本来是拒绝这份委托 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威尔利特已经在前往前线阵地的路上 而爱丹他们已经来到反合派的一个据点 打算捣毁他们 结果却被人偷袭 所有人都被杀死 只是让爱丹被当成猎物戏耍 在他们打算解决到爱丹的时候 就被及时赶来的威尔利特一人全部制服 而受伤的爱丹最终也没能挺过去 但他比队友还稍微幸运一点 他就只可以通过威尔利特的双手写下遗书 见识到太多离别和生死 威尔利特不希望才看到有人死去 结果在回去的时候 他还是卷入了反合派的争斗中 因为少佐哥哥大佐 正带着威尔利特的同事贾德利亚 准备前往敌国前立和平契约 而反派则已经显入他们乘坐的列车 威尔利特停留下来 要跟随贾德利亚去签订契约 可大佐却想要驱逐他 但最后威尔利特还是留了下来 并且这次决定 让他与大佐之间的隔阂彻底消失 因为在夜晚反合派开始行动 截断了列车的衔接 让安保直接给官员分散 以至于这些列车 很有武力地支撑下威尔利特和大佐 被迫无奈 大佐只能和威尔利特合作 他想让威尔利特保护乘客 结果威尔利特却拒绝他递来的枪支 因为威尔利特认为 自己不再是一个工具 他不想再有任何人死亡 所以面对敌人 他竟持守空拳 导致不敌对手而受伤了 因此那名凶针还被对方抢走 最终威尔利特被敌军制服 好在大佐开枪就吓了他 他不明白威尔利特为什么不杀了这些人 因为没有这个能力 他甚至更加确信 弟弟的子就是威尔利特的无人而害的 弟弟为什么会想要保护这样一个 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却想保护重能落者 面对这些责骂 他没有任何反应 就在敌人偷袭大佐时 用身体做出了回应 机械手臂被子弹打断 开落这一幕的大佐才反应过来 眼前这个女子也在战场失去了双臂 而这一切都是威尔利特 接下来 威尔利特为了拆下 被返航派装下的炸弹 以及会让列车破停 而用另一只机械手臂拼命着 他的行为让大佐对威尔利特的观点彻底改变 这个女人值得被他尊重 最后和平协议被成功签订 这一次战争真的停了 在后来大佐在着威尔利特 来到家中拜见了他们的妈妈 而当受佐母亲的一句话说出来后 威尔利特却哭得稀里哗啦 因为他从来都没有认为受佐的死 是威尔利特的错 在分别时 大佐下达或许是这辈子最后一条命令 要连少走了一份 一起活下去 虽然如今已经不需要命令 也能自我生活 但威尔利特会永远永远执行 这份命令到死 只因为他已经彻底明白 何谓爱 但是无法用言语表达 整通过恋心去感受 一个毫无自我的少女 在寻找自我 以及寻找爱的旅程 从第一集到最后一集 观众就全程参与她的成长经历 去了解爱 去了解人心 理解人性 让自我构建的一个全过程 而一个全场就只在回忆中出现的男主少佐 却是构建整部动漫的核心关键 也就是少佐在死 这部作品 假如说是完整的 他是爱着威尔利特 但是因为知道自己随时会死 他也没办法许下承诺 但是无时无刻都在尝试着 这场威尔利特 让自我决心情感 可都以失败告终 其实在与自己的长期相处下 威尔利特的情感已经游览而生 虽然不能明白爱 但却可以肯定爱的种子 在与少佐的相处中 即便没有感情的他 也已经深陷其中 只是不自知而已 另外少佐为何没有明说对威尔利特的感情 还有一种情况 便是他不希望这份感情 是以命令形式而进行的 两类的相处 是说少佐一直想要以平等的方式进行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们的人格根本就不平等 因为威尔利特最早的人格 不过是听从命令 形式走漏的生活 是少佐给予威尔利特温柔 但同时 也是少佐的存在 变成了威尔利特的枷锁 在少佐最后一次上战场 但因为死亡 而又内而生的一句告白 却让威尔利特不断去自我寻找和为爱 在第九集 威尔利特询问中 佐霍金斯自己是否还要活下去 那一刻的威尔利特就已经彻底醒悟了 最后和大佐的和解 以及少佐母亲的对话 属于锦上添花 但也确实让我眼泪流下 这是一部很优秀的动漫 但有人愿意抬更 也无可奈何 华儿不时也倒不至于 因为喜欢她的大有人在 许多人抓到少佐 为何会喜欢一个没有感情的少女 关于少佐对威尔利特的情感描述 是有些少 但暂此前的那个眼神 足以说明一切 而每一次提到少佐 威尔利特与平时的情感反应 都刻画得极为明显 在细节上做得非常到位 能深刻的观众产生反应 但这个东西是没有理由的 摸不着少佐对威尔利特的爱不重要 因为这部动漫处在寻找爱 也在讲述威尔利特的自我救赎 因为感情线满满的作品 即便成不算神作 也是佳作 至于孩子写新年代 却有着机械手臂的设定 我可以误释掉 如果你喜欢这个少女 不妨在评论区留下 威尔利特永远的深 让我看看有多少人喜欢 谢谢少年 一位明年又可爱的九七年代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那么给我视频点赞 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